好 我們前面講完第一章 講動物的結構就是組織層次 然後講了恆定的調節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介紹各個系統 如何運作 然後共同維持我們身體的恆定 那我們先進入到第二章 第二章的標題叫循環與消化 所以本章有兩節 一節再講循環 一節再講消化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各個參考書 教科書 還有我們上課的過程順序 在講生理系統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教材 都會用循環系統當作第一個接受的系統 是有原因的 有人會猜會不會是動物在演化上 循環系統是最先演化出來的呢 不是 所以我現在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在演化的順序上 我講在這裡 演化 其實最先演化出來的是消化系統 消化 然後才演化出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循環 所以循環並不是最早演化出來的 它是第二個演化出來的 然後第三個是呼吸 這三個系統被譽為是生理學上三大系統 消化 循環 呼吸 那為什麼演化上是這樣的順序 也是有原因的哦 消化系統在處理什麼 處理你吃進來的食物 把食物分解成小分子 然後溶於水被你的小腸吸收 對吧 所以消化系統所處理的對象是食物 食物是固體 也就是大分子 例如核酸 DNA 什麼蛋白質啊 紫質啊 都是大分子 它是固體狀態哦 固體狀態 你還要從大的顆粒分解成小顆粒 小顆粒分解成大分子 大分子再繼續分解成小分子 消化系統處理大型的固體 分子是大分子 那循環系統在處理什麼呢 它運輸的就是小分子養分啦 單糖 氨基酸 脂肪酸 甘油 它處理的是 溶於水的液態物質 然後處理的是中型分子 溶於水的中型分子 那呼吸處理什麼呢 二氧化酸跟氧 是氣體 那一定是小分子 好 各位看到沒有 演化的順序 我們生物體在演化時 先處理比較大的東西 如果你大的物質可以分析可以處理了 在處理中型分子 就是液態的分子 那當你液態分子可以處理的到 接下來就處理更小的分子 因為小分子一開始不需要處理 它擴散的很快啊 可是當你的其他系統都完備了 你就可以好好來整理 這個小分子的運輸模式 就是呼吸 所以演化順序是有邏輯的 是從處理大分子到處理中分子 到處理小分子 是以你處理對象 是固態液態氣態 是分子大中小 這樣子的順序在演化的 所以依據演化的關係 照理說我們應該先介紹消化呀 對不對 好 可是你會發現大家都不是這樣 我們都先介紹循環 這又是為什麼呢 請各位看這個背景的圖 就可以勾勒出原因了 這是消化系統 消化系統 它會把大分子分解成中分子 這個中分子就是所謂的養分 單糖 氨濟酸就會吸收 吸收你的消化道分解吸收的養分 如何送到全身組織細胞 供其使用啊 血液運輸 好 血液幫忙把養分 送到全身的組織細胞 好 那你的這些組織細胞 在代謝這些物質時需要氧氣 我要行有氧呼吸 我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些氣體如何排出去啊 透過循環系統送到呼吸系統排掉 那呼吸系統吸收到氧氣 怎麼送到全身細胞 透過循環系統運輸 所以呼吸系統有賴於循環系統做運輸 那你的組織細胞在代謝過程 產生的肺物 比如說尿素 尿酸 就是要由你的泌尿系統 腎臟形成尿液排掉 那我的全身的這些寒氮肺物 怎麼送到我的腎臟去形成尿液 循環系統 好 那我所產生二氧化碳 怎麼排出體外啊 透過循環系統送到呼吸系統 有發現嗎 你現在所想的到的所有的系統 都依賴循環系統 有什麼系統沒有提到 內分泌透過血液運輸啊 神經組織的氧氛氧氣 也是血液把氧氛氧氧氣送到腦那邊 給腦脊所以去提供腦細胞啊 好吧 生殖系統 你以為這些生殖性腺激素 是怎麼到你的卵巢或子宮的 循環系統送過去的 有看到嗎 循環系統是所有生理系統之間的橋樑 它溝通了所有生理系統 而且反過來講 所有生理系統的運作 都有賴於循環系統 所以雖然在演化上 它是比較外演化出來的 但是在功能上它最重要 它連接everybody 它就是我們社會中的物流業 一旦物流業建立起來 各行各業都會興盛 因為幾乎各行各業都可以依賴 物流系統來擴大自己的事業 這個道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學生理時 都會以循環系統優先 因為以後我們介紹的所有系統 都跟循環有關 那你不如把循環先講清楚 後面再講各系統的作用機制 就會發現他們全部都會依賴循環系統 所以先講循環 先講everybody的橋樑 橋樑如果建好了 後面系統的描述就會水到渠成 迎刃而解 舉一反三 以上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先介紹 循環系統的原因